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天就讓圖文不符,用十分鐘的時間 和大家一起來回顧一下 同性婚姻事件兩週年吧! 今天是台灣開放同志結婚的第一天 也是大罰官事件兩週年 這兩年來,台灣的婚姻平權運動 歷經了哪些事情,才走到今天這一步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複習一下吧! 台灣過去一直以來 都有著各式各樣的性別議題存在 有人在乎職場上面的性別歧視 有人在乎校園裡面的性別多元 而其中也包含了與同志族群相關的論論 之所以,婚姻平權的議題 會成為近年來性別議題中的代表 集結了眾多的聲浪引起社會的廣泛討論 大概可以從2016年總統大選開始說起 2016年的總統大選的時候 當時的候選人蔡英文表態支持婚姻平權 受到了許多在乎這項議題的民眾的支持 也是一部分的人把票投給她的原因 而蔡英文當選之後 11月立法院就開始推動修正民法的婚姻平權草案 並且意圖通過 在那之後,下一代憲夫謀 以及其他反對同志婚姻的組織 逐漸開始用各種方式反對草案的修改 例如買下抱著的版面與電視的時段 宣傳雙親一、雙親二與愛滋年輕化的廣告 也發起了婚姻家庭全民決定的示威活動 而面對反同方的行為 12月10日的國際人權日 台灣同志諮詢六線協會與其他友善同志的組織 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行了 讓生命不再失去 為婚姻平權站出來的約會 創下了台灣史上最多人參與的 性別平權活動的紀錄 而婚姻平權議題也因為政策的推動 與這兩方的動員 變得比以往都還要受到重視 漸漸成為台灣社會這兩年最受到關注的議題之一 2017年3月,大法官召開了憲法法庭 進行其家衛申請的同性婚姻事件案辯論 並且在5月24日公布了事件結果 根據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 民法沒有保障同性別二人結婚之權利 違反了憲法中的平等權與婚姻責權 所以他們要求立法單位應該要在兩年內 以任何立法的形式補給同性伴侶的權利 如果沒有在那之前通過任何法案 那麼同志的伴侶在期限過後 也就是今天就可以直接以民法登記結婚 釋字第748號公布的結果 確立了台灣將在兩年內同志婚姻合法化的終點 是同志伴侶權利的一大進步 同時也開啟了 《休民法》與《立專法》兩派之間的戰爭 2018年底,九合一大選即將登場 同時也因為公投法門檻下修 台灣第一次出現了爆量的公投議題 其中就包含了專法派的愛家公投 與民法派的平權公投 這個時期,因為公投門檻的關係 雙方都火力全開地爭取連署與支持 而LINE群組裡面也瘋狂著流轉了 各式各樣的公投懶人包 形成了挺同與反同的資訊公網站 而11月24號,愛家公投提出的 《民法婚姻應該限定在一男一女》 以及《同志婚姻應該以專法方式成立》 在得到了全台600萬人的同意票之後通過 讓許多挺同的人士與同志族群本身 都受到了很大的打擊 也確立了《同志婚姻將以專法的行事成立》 2019年2月,為了不違憲,但同時又符合公投名義 行政院用了一個很中性的名稱 提出了《司法院失字第748號解釋施刑法草案》 作為同志伴侶結婚的依據 被挺同方稱之為《民法超連結》 行政院長蘇貞昌也因此得到了大量的正面評價 在兩個月內,民進黨立委林戴華 以及國民黨立委賴士堡也提出了各自版本的草案 分別在不同的重點上 調整了同性婚姻的實質內容 而他們與748施刑法最大的差異 也是同志族群最在乎的一點 最在於條文裡對同志伴侶的關係 是用同性婚姻、同性結合、還是同性家屬來定義 上週5月14號三個草案在立法院經營協商 而5月17號進行二讀竹條表決 選中結果,立法院長蘇貞全拍板定案了 行政院版本的《748施刑法》 也讓台灣在當天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並且受到了國際媒體的大量曝光的關注 而在《施刑法》正式生效的今天 除了回顧這段歷史 我們還訪談了在早上進行結婚登記的驗視機 與她的另一半檢驗 因為事事難料 但是保持國民黨如果過半的話 再把它改回來 未來不知道會發出什麼事 所以我們趕快 能多解一天是一天 對對,能多解一天是一天這樣 千萬不要改回來喔 對啊,不能改回來喔 大家2020記得 就是不會改回來的 今天真的就是跟另外一半結婚的感覺 我到現在還沒有什麼現實的感覺 我可能要回家之後才會真的有那個現實 嗯,覺得想要跟她結婚就是 我每天睡前跟起床 然後她的內心都會覺得很穩定 所以覺得應該 實生不會換我這個結婚禮 對啊 對啊 XXX XXX OK,那再來是 那你們會辦婚禮嗎 我們會辦婚禮啊 那你們面對男方或女方的習俗 有想過要怎麼去嗎 有耶,有在想 我個人的話會希望我們自己有一個套 屬於我們自己的 就是不要去跟隨傳統的系列 因為傳統系列的那些習俗 其實很容易是男人去的 嗯,對 就是什麼出價,就是撥搶啊 什麼這一種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可以透過 同事會以後去反省 那是我們說今天 就是要照顧 上衣有一些要可以 對 我面對到一些習俗上面的爭論 因為我們還沒真的開始犯 所以可能目前還沒有這個問題 但遇到的話我們會一起討論 就希望是可以兩個人都舒服 又平等的關係 OK 那你們在面對你們家庭爭議啊 或者是抗拒的事情嗎 我的話因為我父母過世 所以其實我就選擇性能跟一些比較親近的親戚這樣 所以就是還好 我的直系的血親跟兄弟姐妹都還滿支持我的 但有某一些親戚去年公共有投給互加紅 那這部分還沒有特別的溝通 但我覺得他們其實都是愛我 是本身不太能接受同志會議 希望可以透過我們的實踐來改變他們的這個想法 的確我覺得愛是一個很重要的橋梁 是的 我根本都是因為這樣 然後開始認識一些原本未知的事情 那你們最常聽到的這些反同婚啊 他們的言論會是什麼 然後你們又是會想要怎麼樣去解釋或是否 還用不照假情啊 天氣這麼熱啊 或是什麼同志結婚會造成出生率下降 或是泛濫或什麼 因為原本的數據檢視就知道它根本不是事實 以及出生率跟同志也沒有關係 因為就算同志會議沒有過 其實也不會跟疫情結合 是 那我覺得 因為這支影片我們今天是做了就是整個 三次婚姻平的運動的這兩年來的完整分布 那你們有想要對想要去貴的朋友 或者想要結婚的朋友說一些什麼話題 我是覺得 婚姻平的就是整個性別的運動一定的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的 例如像性別的運動要求 包含其實現在我覺得像霸凌 因為性別的性子都產生霸凌 所以是變成人生 那這個觀念要慢慢被翻譯 可是我其實碰過 就是一開始我們就去結婚這件事情 我就可以讓這個社會慢慢的去真實 並且去慢慢結婚 我覺得很多人可能 譬如說反對同志 或反對很多人都一直說 什麼阿天要塌啦 什麼要降天火啦 他們就很擔心一些未知的口氣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當同志開的結婚 可能慢慢的過了一年來的時候 然後大家就說 其實這個就沒有什麼樣 我們就沒有他們想像那種可怕 所以我就會慢慢回歸 這樣 所以我希望 也是希望我們整個這樣子 不管是出貴 還是說結婚 然後放不來 然後讓同志平行 其實今天在這邊是趕開萬千 就是是一個永生之年 竟然會得到了一個系列 因為其實在這邊就會想到 那些遠慮上 就是那些先提早離開這個世界的人 不管是自殺的遠慮的學生 或者是跳樓的 比較陰柔的像是葉永之啊 或是身邊有一些朋友會霸凌 那其實你就會覺得 非常非常難過 因為小時候其實就會一直去摸索 你只要看到媒體中 有人出會或是有 好像一日是同志 你實際就會得到非常非常大的力量 就會覺得說 好像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大家其實是 有辦法得到一個比較好的慰勞 所以我覺得通過這個同志 然後我如果真的可以 在這個陽光下站的節目 就是真的非常非常難過 我剛剛站在那邊其實非常小 所以我一直就很怕 好像好像很重大 然後我們出身可以讓 跟我一樣的日報要救死 然後我今天早上起來看 超理的話 我會換點兩張 我覺得好像會是一個象徵 就是慢慢的走出來 慢慢聽不懂 面對同性婚姻這個議題 我認為合法化並不是一個結尾 而是讓社會大眾逐漸認同的開始 從頭會有人擔心 台灣在這件事情上面是不是走得太快 人民其實還沒有準備好 但我反而認為 雖然有時候法律的確是需要得到共識才能堆動 但在某些狀況下 它反而會是一種帶動社會觀念改變的角色 就像過去 民法在人們的觀念改變以前 就先訂定了 只要是有直系的結晴 不論男女都有繼承權 改變了只有男生才能繼承家產的傳統 又或者是讓夫妻雙方能各自擁有名下的財產 而不是讓男方擁有女方的財產權 這些案例都是因為立法者認為 權力平等是重要的 所以才先訂下了這些法律 有公權力去保障人權 而社會大眾也開始有了改變的理由跟動機 而我們認為同性婚姻合法化也是一樣的道理 至於同婚同過之後 台灣會變得更好還是更壞呢? 我們有些觀察想要跟大家分享 這陣子以來,很多人都會問 爭取同過之前,為什麼不先專心拚經濟? 那你知道嗎? 研究指出經濟程度越高、言論越自由的國家 對同志的包容度也越高 婚姻平權這樣的人權議題在台灣可以受到證視 某方面也可以說這是經濟發展下的結果 同婚議題和拚經之間並沒有那麼的互相排斥 他們的發展不僅有因果關係 而且他們的成長也都代表著台灣居住環境的提升 如果沒有一定的經濟程度 我們也沒有餘裕去在乎深層之外的議題 對差異性高的個體也不會有這麼高的接受度 同性婚姻的通過 說不定正代表著台灣社會能夠處理的問題 已經越來越複雜 能夠承接的意義也越來越多 那對我自己來說 看到支持同婚的大家 從去年公共之後感到失望、想要移民的心情 轉變成現在為自己的國家本來交往態度 真的是覺得非常的開心而且很感動 上個週末我還看到有朋友說 原本從小就打算未來要移民去哪個國家結婚 沒有想到同婚合法的速度比自己找到另外一半很快 而這也讓我想到 之前九合一大選之後做的那一集 七大移民好記處裡面 社合移民的國家剛好都有著同婚合法的共同點 我想或許這也代表著台灣在移居的條件上 又比以往更近對嗎? 好的,那今天的最後我要來問問大家 你對婚姻的想法是什麼呢? 不論好壞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喔!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台灣婚姻平權的歷史欄包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重新認識一下什麼是同性戀恐懼症 然後當然也不要按下LOGO訂閱我們頻道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